民眾募集到一名極限運動愛好者 他騎著單車炫技 在騎樓做出了危險動作 結果一頭是撞上了店家招牌 整個人摔倒在地 警方也指出 在騎樓人行道上 騎車已經違規了 依法最高可以開罰1200元 騎著單車KELGO LAND 但下一秒完了悲劇發生 重擊扛棒人往後仰 帽子噴飛重摔在地 光用看的都覺得好痛 原來台南有民眾募集 在中正路騎樓 極限運動愛好者 利用騎樓斜坡 單車炫技 一路KELGO LAND 結果頭撞上眼睛店招牌 慘遭擊落 網友看到畫面直說好痛 還有人說是街頭馬力歐 更有人開玩笑表示 沒注意限高 店家事後才得知 招牌被頭撞 不過因為沒損壞 也就不追究 他撞到應該也會有聲音 我們門開著 沒有發現他在這邊 當天沒有發現 中正路上這處騎樓 有不少小斜坡 不過就算如此 也不能真拿來玩極限運動 慢車駕駛人在騎樓 人行道行駛 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法條例第74條 本分局將依法舉報 騎樓人行道行駛 依法開罰最高1200 騎樓單車炫技 玩極限運動 頭去撞上招牌 違規下場 多麼痛的領悟 記者黃富奇 台南採訪報導 好 好